表扬在两岸创业和经营有成优秀企业家第二届华轮奖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其中一位得奖者是来自嘉义的台商简庭载 他的来头可不小 不止台南知名的奇美博物馆是出自于他之手 他也是盖出号称全世界最大迪士尼奇幻城堡的背后推手 龙龙鼓声为第二届华轮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简庭载董事长 灰白色的头发和朴实的外表谦虚地接下奖杯 荣获成功台湾企业家殊荣 他是简庭载事业版图跨足国际 大部分过来凹起来翘起来 细心讲解对建筑线条雕花的高要求 眼前的这一位台商来自嘉义 从小就爱美术雕刻 高职毕业后他运用索学 帮寺庙雕刻匾额 再运用原有的雕刻技术 做室内精品摆饰 一路从匾额磕到了香港迪士尼 号称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城堡 就是香港的这一座 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 澳门威尼斯度假村 新加坡环球影城 甚至连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 等知名建筑 都是由他一手打造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景观雕塑大王 回顾过去在创业的时候 我这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要做到最好 最漂亮的这个艺术建筑 之所以有这样的累积的经验 才受到业界的肯定 在国际主题公园 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也把我们技术呈现出来 讲求高品质和创新的要求 让简停在一步一脚印 靠着实力站上国际舞台 现在又嗅到市场的VR走向 VR可以融合在一起 让这个硬体变成固定的硬体 加上虚拟VR的动态 以及光线的整合 那会呈现一个变成虚拟的实境 是属于把景观变成活跃 变成有动态 变成更有生命 更有趣味性 更有互动性 能让这个场景 会更加有价值 想抓住商机 就得跑在最前面 总是有远见的 为公司布局转型 将建筑结合VR虚拟实境 这位当年来自乡下的 Zunkagina 追梦没有极限 不断追求完美 就是要成为最耀眼的那一颗心 记者张宏颖 李爱盈 台北综合报道